大家好 欢迎我的channel 今天呢我要讨论的呢就是你牙龈的健康 呃现在已经开始就是暴风雨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听到声音的话呢就不好意思了 通常呢你看到牙龈流血 就是一个最先开始的征兆告诉你呢 你的牙龈呢已经开始出问题了 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那非常有可能呢它会变成就是亚洲病 亚洲病的话呢你的骨头呢就会开始慢慢的流失了 那么你们不要小看牙龈的健康 你的牙龈呢其实就好像你房子的地基 如果你的地基倾斜了或是倒塌了 那么你的牙齿就像你的房子一样它也会倒下来 那么我们今天会讨论你怎么知道你的牙龈已经开始出问题了 再来呢如果你不治疗它的话呢 为什么你会失去你的牙齿 最后呢要怎么样治疗让你的牙龈可以变得健康 那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呢 我在美国做牙医 那么我平常很喜欢就是po一些关于牙齿健康的一些影片 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呢 请订阅然后开启你的小铃铛哦 在美国呢30岁以上的人就会有一个有亚洲病 这个数字其实是非常可怕的 亚洲病真的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疾病 如果你现在用牙线或者是刷牙 然后你发现有流血的话呢 你有99%的几率呢 要嘛就是牙龈发炎了 要嘛就是亚洲病 那你们要怎么看得出来牙龈已经不健康了呢 除了牙龈会出血之外呢 你还可以发现就是你的牙龈有红红种种的 如果你轻轻的按压它的话呢 会有一点点tender 那么我给你看的照片呢 如果看起来像这样子的话呢 你很有可能牙龈已经开始发炎了 那么牙龈发炎呢很多时候就是 牙周病的前身 那么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先来告诉你 牙龈发炎还有牙周病的不同 牙龈发炎呢简单的来讲 就是牙龈呢会出血红种 但是它下面就是骨头那边呢都还是健康的 牙中病呢上面也是红种 然后发炎 但是下面呢已经就是又开始骨头流失的现象了 所以呢两个最大的不同呢 其实就是看你的骨头有没有流失 所以呢当你如果没有按时的清干净 你的牙菌斑它慢慢会变成牙结石 牙菌斑还有牙结石在你的牙齿上面 它会造成你的牙龈发炎 这个时候呢就是牙龈开始流血 那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如果你提早发现的话 如果还在牙龈发炎的阶段呢 你只要平常好好的用牙线 冲牙肌刷牙 你只要可以清干净你的牙菌斑 你的牙龈发炎可以完完全全恢复到正常 但是牙周病不行 当你牙龈发炎一直不去管的话呢 你的牙龈 你的发炎的牙龈慢慢会抽开来 而形成一个缝隙 那当这个缝隙已经开始的时候呢 这就代表牙周病的开始了 那么当这个缝隙打开来以后呢 食物就会往里面跑 那么这个细菌呢就会导致你的这个骨头流失 那么你们有没有每一次去看牙医 你都会觉得很奇怪 它会拿一个工具来测量 就是你这个牙缝它的深度 那么每一个牙齿有六个数字 那么其实他们在量的呢就是你到底牙缝有多深 数字越高呢你的牙周病越严重 因为你的牙缝越开越深 那么你下一次去看牙医的时候 你去聆听一下他们量出来的数字 他们会讲0 3 4 5 那你要知道到底这个数字呢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健康的牙齿呢你的数字是从0到3个毫米 那么如果你的数字呢是超过3毫米的话呢 那就代表说你现在已经慢慢往牙周病的路走了 那么很重要牙周病呢有分4个阶段 第一和第二阶段呢代表说就是比较轻微一点 而且呢就是只需要就是做深层清洗 治疗的成功率呢非常的高 如果是第一期和第二期的话呢 你听到的数字呢是4到5个毫米 而且呢只需要深层清洗成功率呢非常的高 但是呢如果是第三期或甚至第四期的话呢 你听到的数字呢可能就是6毫米以上了 那么第三期呢代表你可能会失去一些牙齿 那成功率呢也比较保守 那么第四期的话代表说你可能会失去更多的牙齿 那成功率呢就比较低了 比较questionable一点 因为这个时候你流失的骨头呢就非常的多了 所以有很多牙齿已经开始松动了 那我给你看一下X光 一个健康的牙齦还有骨头呢 其实是要长这个样子的 你可以看到骨头它的高度有多少骨头 那么如果第一期第二期的亚洲病呢 你已经可以看到就是骨头的流失了 就是这个三角形这个地方呢黑黑的地方呢变大了 如果是第三第四期的时候呢很严重的状况 你可以看到你失去的骨头其实是非常多的 那接下来呢我要讨论怎么治疗牙齦萎缩还有牙周病呢 那么牙齦萎缩的话呢其实非常的简单 因为它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 只要你每天就是用冲牙肌牙线还有刷牙 就像我之前的影片讨论的一样 你就是每天一定要持续的清干净你的牙菌斑 还有一年呢最起码看牙医两次 然后呢每一次呢都要做洗牙 这样才能够确保你的牙齦健康 那么如果呢你长期牙齦都发炎 然后你都不去管的话呢 很有可能到最后就会变成了牙周病 那么到了牙周病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棘手了 因为牙周病就像我刚刚讲的是 你的骨头开始流失了 那么骨头开始流失的时候呢 就是没有办法恢复完完全全正常 因为你没有办法让骨头再重新长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一旦有了牙周病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或者是第四期 你接下来的呢就是只能够去控制它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特别讨论这个 因为如果你可以及早的发现的话呢 你可以赶快把它控制住 不要让你到时候牙齿松动 然后变成一定要拔掉 那么到了牙周病的状况呢 你一定要到牙医那边去处理 你是没有办法自己在家里面处理的 就是民间的方法都没有用 相信我都没有用 你一定要到牙医那边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牙菌斑还有牙结石细菌是在深的地方 你怎么样自己刷牙 用油把法 怎么样都没有办法 深入到这么深的地方 你一定要到牙医那边 他们要用他们的器具 才有办法深入到里面 把里面的牙菌斑细菌和牙结石给清干净 大部分的深层清洗呢 因为要到深到里面 所以呢我们都会打麻药的 那么如果你是第一期第二期的话呢 就很简单 你做完深层清洗了以后呢 你大概每三个月就再回到牙医那边 他们就是只是做一个 就是例行的一个清洁而已 那么如果呢 你是第三期或第四期的时候呢 就开始比较棘手了 这个时候你清完了以后呢 可能医生会告诉你说叫你一个月 每一个月呢就要去看他们一次 他们要确保就是都是干净 因为他们不希望你的牙周病再继续恶化 还有呢他们要想办法能够救越多的牙齿越好 好那么最后呢 我一定要讨论就是很多人对洗牙有一种迷思 我今天去洗完牙了以后呢 反而造成我的牙齦受伤 反而造成我的就是牙齦萎缩 可是我真的要给你们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 你到牙齦那边去洗牙 其实洗牙呢 正常来讲是不会造成牙齦萎缩的 他们本来可能就是有牙齦发炎了 或者牙周病那他们就是牙齦其实已经萎缩了 那在这个期间呢 你看不出来是因为你的牙齦可能是有点肿起来的状况 那当然你洗牙完了牙齦变得比较健康了一点 那他就会正常的缩回来 他正常的位置 那么你就会觉得 我怎么牙齦萎缩了呢 其实不是他萎缩了 而是你本来牙齦就已经萎缩了 你只是之前看不出来而已 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因为如果因为你怕牙齦萎缩 你不敢去看牙医 我保证你的牙周病只会越来越严重 到最后呢你的牙齿就会开始松动了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去找牙医洗牙 在家里面你自己可以就是冲牙肌牙线刷牙 这就够了 好那我今天讲完了 我觉得牙周病这个问题真的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牙周病 或者甚至认为说 我可以自己在家里面解决 真的还是要找牙医帮你做深层清洗 你才可以不让你的牙齦更严重 流失更多的骨头 好那我就讲完咯 如果大家觉得我讲得不错的话 请按赞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那就这样咯 我们下次见拜拜 by bwd6